明月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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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18年10月 古悠瑪反覆意外 釀成18死215人輕重傷 當時協下台鐵27年來 最嚴重傷亡事故 畫面依舊歷歷在目 而細數台鐵奪命意外 害真不少 儘管畫面模糊 還是能看見好幾截車廂 脫軌 半落橋下 40年前一辆台铁北上自强号列车 行进新竹和竹北车站间的头前西桥时 追撞闯越平交道的沙石车 出轨翻落河床除了30人不幸死亡 还造成130人受伤 这也是自强号1978年启用后发生的最重大事故 另一起酿成重大伤亡的铁路意外 则是发生在30年前 一辆高雄发车北上的自强号 在苗栗造桥和南下的举光号发生侧状 两辆列车都有车厢翻覆 同样造成30人死亡 112人轻重伤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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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家 台铁通车130年 最严重的事故是1948年 新店西桥火烧车事件 酿成64次 再来就是1961年 民凶火车追撞嘉义客运的事故 48人死亡 随着泰鲁格号死亡数字不断攀升 这起意外恐将成为近60年来 抬替死伤最惨重的校空事故 材料新闻 文人处报导